嗨 各位觀眾大家好 習慣啦 小白 我們今天呢 在上一會進到這個回不去的空間之後 我們就一直待在這裡 待到現在 至於我什麼時候能夠回到現實呢 我也不知道 我們呢 現在就是在這裡探險 一邊的找尋 可以回到現實的方法 跟一邊繼續走著自己漫遊墓地的人生 對 走吧 我們要繼續探索 我想要再往一些奇特的方向走走看 我把這個石頭多挖一點 超快 我的鐵鎬瞬間消耗完畢 我還有沒有 我還有沒有新的 新的鎬子 我剩 我剩 呃 我好像沒了欸 我用完了 那 那再多做幾個新的好了 打開 打開 再做兩把新的 我現在這個鎬子根本就是消耗頻 消耗速度是非常快 嘿 好 兩隻鎬子 然後這個這個金銀斧先放進去 走吧 那邊怎麼黃黃的啊 這邊是硫磺區 那那邊是什麼區 這邊是什麼區 微光沙 微光沙塵 喔 喔 這裡我喜歡這裡 微光岩 我喜歡這裡 因為這裡看起來都亮亮的 地獄真的好不一樣喔 天啊 這裡整個超不像地獄的 無螢光石 它不會發亮的 欸 欸 這什麼地方 為什麼會有 為什麼會有高爐 欸 不要用這個挖 我們用 怎麼會有高爐在這裡 啊 有生塊磚 這裡有生塊磚 我想慢慢潛進去 喔 剛好在正下方 喔 這是他們的啦 嘿 剛好可以在這裡刷怪 嗨 你們這裡 有高爐欸 那會不會有別的東西 有了 這裡的箱子好多喔 有鐵磚欸 有鐵磚欸 然後高爐 鐵磚 跟幾個 可能有用的箱子 0巧 加0.6的速度 允許在物品切換的過程中 沒有 沒有CD 好 這個是 保護身的黃金頭盔 謝謝你啦 我剛好壞掉了 還有什麼可以拿 奇怪的魔法書 金 跟 魔法書 還有更多 這什麼水 激勵增強牛奶 這看起來是很餓的時候就可以 就可以喝 奧 撤離烽火台 它感覺好不完整喔 等一下喔 我很好奇 如果把它蓋完整的話呢 變強了 變強了 我 我在哪 我回到現實了嗎 欸 我回到現實了嗎 真假的 真假的 等一下等一下 這是現實對吧 對啊 欸 欸 好酷喔 好酷喔 嗨 欸真的 好酷喔 好酷的旅程 好酷的旅程 天啊 天啊 我好興奮喔 哇 我笑得像個孩子 好酷喔 而且我都沒有死掉欸 天啊 我怎麼跟大家講這件事情啊 超厲害的欸 哇 你回不了這樣怎麼辦 去找一個叫撤離烽火台的東西 然後你把他的 你把他的那個 破損的地方疊好 然後你再按右鍵 不 你就跟著他浮上去 你就可以回家了 好酷 超酷的欸 我們來做我們本來想做的東西吧 來丟進去 首先 因為我現在這樣裝備 基本上也都 壞得差不多啦 所以等一下也就全部換一換杯 我們要把這個叫什麼 喔這是狂怒手套 我們要拿那個銀石粉 螢光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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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想要做 這個 獵寶者的護符 因為他有那個夜視效果 當然也有做別的 但是我想要先做他 我們需要 幽靈之類 我有 我去地獄好像沒有打到幽靈之類欸 我好像沒有幽靈之類對不對 這邊應該沒有掉什麼幽靈之類吧 幽靈之類是可以 合成的嗎 幽靈蜂巢可以做 幽靈蜂巢可以做 嗯 又要再下地獄一次嗎 我回得來嗎 算了我們做別的吧 OK我們來做 蜜蜂的闖床吧 我來看看生產蜜蜂 我們要做這個 孵化器我們會需要用到這個陽光感測器 三個玻璃三個石音跟三個半轉 然後甘草捆跟這個 有了 這是我們的幽蜂孵化器 我們試試看吧 放在這裡 然後他需要能量 他需要能量 他需要能量的話 那是需要一個發電的東西 充能離心機 蜜蜂生產器 是蜜蜂生產器嗎 他是做什麼的 他是拿來生產蜜蜂的 還是蜂蜜 蜂蜜生產器 蜂蜜生產器 我來研究一下 三個鐵 三個鐵 做一個鐵桶 然後蜂蜜還在離心中 離完之後就會有蜂蜜瓶 三個蜂蜜瓶就會合成我們的蜂蜜罐 有了蜂蜜罐我再來看一下 這個能不能幫助我們的蜜蜂 他還要點心耶 所以我們可以再多拿一點點心 這樣子吧 看一下喔 可以我們可以自己合點心 四個點心不知道夠不夠 然後把我們的右蜂 就是你 放在裡面 可是他需要能量啦 所以我在想可能培養的話 還需要等一下下 好的然後把這三個瓶子做成蜂蜜桶 然後這個蜂蜜桶呢 就可以變成蜂蜜塊 對吧 我先確認一下我到底現在要幹嘛 我現在要做的是這個蜂蜜產生機 對這一台 所以我很確定我需要一個桶子跟一個熔爐 OK 欸有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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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蜜變成能量了 可是好像不夠 只有400好像不夠 400好像不夠好像太少了 我們只能夠讓他再生產的再快一點 我們這個瓶裝機速度非常非常之慢 所以蜂蜜產很快啦 但是 嗯 他這個離心機生產的速度就真的是 非常的對 緩慢 非常之慢 我們的蜂蜜恐怕 可能要再多造點這個機器才行啊 可是因為第一次做這個小蜜蜂啦 所以我們可能還沒有那麼快可以遇到我們的小蜜蜂 只能慢慢等啦 欸有一個 來吧 至少瓶子會還我欸 他他他其實會消耗掉有看到嗎 他消耗掉然後這裡就會有能量 現在已經1000了 然後蜂蜜這裡再就就就有電的話應該就可以孵化 他就會長大變成體 耶 就是這麼的簡單 然後瓶子可以回收再放進去 就會開始繼續重複的生產離心機 離心機 然後呢 裝瓶 給他能量 然後給這個孵化器 之後我們的蜂蜂就可以變成大蜂 我們就可以養在外面了 哇 一個大工程欸 一個大工程欸 然後我還是 我還是會想要再回到地獄去探險 欸再去之前 我先把我裝備弄好再說 右鍵更新能量 有嗎 能量已解鎖 16% 蛤 什麼意思 他說他可以 他可以 他可以累積能量欸 可是他是消耗什麼能量 是消耗卡片的能量嗎 那如果我拿一張卡片在身上呢 他會吸收嗎 沒有啊沒有吸收啊 我看不懂 我看不懂 反正 就算是一把不錯的鋼刀吧 武器的話 我短刀咧 短刀好像 短刀好像用壞 欸不對 短刀還在 這裡 短刀還在 鋒利3的短刀 然後 殺手2 殺手2好像是 好像是可以把傷害提高嘛對不對 致命鐵劍 這個也帶著 武器一定要帶著 最重要的呢 是我們的鎬子 我們的鎬子一定要帶好 鐵鎬 好險我可以拿鑽鎬 不然的話我真的是死定了欸 好險我現在等級可以拿到鑽鎬 金斧 金斧也可以用啊 我可以用金斧了 欸所以鐵斧 鐵斧也不用帶 三把鎬子嘛 就用完 險2 然後再次拿金的 OK 這樣應該還行 然後鐵劍 好 該帶的都帶了 嗯OK 大概吧 呵呵 我也不太確定 我的弓箭呢 我還有魔法書啦至少 欸對齁 我可以學破壞魔法啊 對不對 我可以學破壞魔法啊 我看看喔 怎麼學習新魔法 破壞魔法行不行 欸不對 如果說我要寫魔法的話 我需要 我需要 呃 魔法書 我看一下我的魔法 能不能更進階一點 魔法魔法魔法 新生魔藝 魔法書 如果要寫一個自己的魔法書 我需要一個魔法桌 魔法桌在這裡 抄寫台 我需要種出法師之花 這東西 這東西到底要怎麼取得啊 法師之花 我記得法師之花是用法師種子 法師種子做的 法師種子的話 需要搞到 需要搞到一個 這個東西 所以我要往下走 奧速食 OK 了解 簡單的講呢 就是我們得先去挖礦 強化一下我們的魔法 再來呢 再來去地獄 因為我需要做破壞魔法 我覺得這樣比較安全一點 至少我還有破壞的東西可以用 免得我到地獄去的時候沒有東西可以用 真的是 我真的覺得我這次回來真的是好險 我們順便可以戴這個 我順便可以戴這個 新的魔鏡 我們去試試看用另外一個魔鏡 看能不能 把從地獄中把我們拉回來 這也是一種魔鏡啊 這裡沒有什麼 避風欸 我為什麼要抓避風啊 奇怪 我幹嘛抓避風啊 怪怪的 好啦 今天的實況上超到這一個段落 我們下一回再繼續探險吧 感謝各位收看我們下次見 掰掰